今日,塔卡拉玛干沙漠突发大洪水 而就在此时,中国要不惜代价将沙漠变成森林 此消息已经发布之后,美国彻底坐不住了 直接喊话中国快停手,不然就要出大事 那美国为何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说起沙漠,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词语 就是黄沙漫天和荒芜人烟 这也是因为沙漠大多都是沙至荒漠化的地方 通常是封城地貌,主要为沙滩或者沙丘 有时候还会露出底下的岩石 沙漠干旱少雨,这也温差极大 加之沙漠区域泥土非常少见,多是被沙覆盖 故此植物也陷少 由于沙漠向来环境恶劣,生态尤其脆弱 生存条件也非常极端 因此这些地方很少有人居住 然而不受人欢迎喜爱的沙漠却足足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20% 甚至每年还在不断扩大 剩下陆地的43%面积也随时面对着沙漠化的危险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占地十分广阔 总面积大概有三个江苏省这么大 而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 塔克拉玛干沙漠还向南延伸了一百多公里 不断吞噬着周围的水土和植被 不但吞噬植被 它还毁灭了许多文明 通常来说 我们认为沙漠常年缺少降水 水资源极度匮乏 导致植被稀疏 生态资源极其稀少 如今大量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土内沙漠以及土地荒漠化的情况 并且都在这首治理 然而说起沙漠治理 最突出的必然要属我国 作为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在投入与荒漠化的战斗 甚至让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末由原本的一千三百亩沙土减少到了二百亩 周围十万多亩的荒地都被种上了茂密的树林 根据新华社的相关报道显示 在2023年5月 我国塔克拉马干沙漠腹地突然出现大面积河水 原本的漫漫黄沙被凝结的水流盖住了大半 甚至互相形成了绿水与黄沙的条纹景观 看起来非常令人震撼 要知道这可是沙漠地区 是与水稀少 水资源短缺的缺水地带 这些向来是导致土地荒芜沙化 少有植被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报道中 我们显然能发现 库布齐沙漠中的水并非是少量的 而是沙漠发大水 一些绿色的植被冒出了头 为塔克拉马干沙漠增添了希望 而就在此时 当地居民不惜一切代价 疯狂在沙漠种树 想要趁此机会 将荒芜的沙漠变成一片森林 此消息已经发布后 美国专家却跳出来极力阻止 并且还表示 希望中国赶紧停手 不然就要出大事 那为何会这样说呢 专家解释道 这是因为塔克拉马干沙漠属于流动性沙漠 什么叫做流动性沙漠呢 简单来说 就是这些沙漠会随着风向移动 塔克拉马干沙漠中日受西北风的影响 所以才往东延伸了一百多公里 在流动的沙漠中 所有的植物是无法存活的 此外 植树造林的根本 在于栽种下去的树苗有成活率 而树苗成活 又在于埋入土壤中树苗根系 有了水分的长期保持 或者说要让树苗根部土壤有一定的湿度保持期 不要认为沙漠中来了一次大洪水 就能让水分保持在沙漠土壤中 沙漠存不住水呀 几天就蒸发了 也就是说 植树造林要求土壤湿度是个长期的过程 而一次洪水为塔克拉马干沙漠送来的 只能是地表以下一两个月持有的湿度 与树苗成长所需要的数年要保持湿度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一个短期存有水 一个长期需要水分 不在同一频道上啊 塔克拉马干沙漠干枯了几十年 沙层下面数米不存有水分 这次暂时的洪水 虽然带来了沙层滋润 在地下树米有了水分渗透 但地表层一米左右的水分 因蒸发流失快 决定了这次沙漠洪水过后 什么用都没有 因为树苗根系只有几十公分 无法渗透到地表一米以下 况且一米以下的水分 也会因地表热而逐渐蒸发 也保透不了一年之久 而树苗根系能渗透在地表一米以下 事成活后有了一年以上的生长期 才可以达到的是 这就说明 这次洪水过后的沙漠 即使植树栽种成活 也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成活期 随着地表一下 七十公分左右的土壤水分蒸发 树苗也会随之枯死 植树枣林没有后期供水不行的 毛巫素沙漠枣林 是因为本地有降雨才有水分渗透到植物根系维持 植树枣林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想在沙漠植树枣林除非连年下雨 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过后 没有办法让地表层土壤流注水 决定了植树成活是不可能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远离海洋 四周被盆地包围 印度洋水汽因为喜马拉雅山阻隔 根本到不了那个地方 照此来说 难道所有的沙漠都不能变成森林了吗 其实不难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的北部 总有一片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沙漠 这片沙漠就是毛巫素沙漠 毛巫素沙漠的存在 不但给当地人带去了许多烦恼 还把数十万吨的村泥沙 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黄河 导致黄河泥沙堆积 河水浑浊 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生态环境 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人们开始不断对毛巫素沙漠进行治理 通过利用草方格固沙 培养沙土中的微生物 打造人造的阔草灌混浇林等方法 毛巫素沙漠成活的植被越来越多 地点点地变成了绿洲 但是把它从沙漠变成绿洲 几乎耗费了一代人的时间 花费了无数人的心血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改善沙漠的方法越来越多 前不久 位于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 因为改造成果显著 还被平为了全球沙漠生态经济式饭区 库布齐沙漠曾经干旱贫瘠 荒芜云烟 经过三十年的治理 如今只被冒胜 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毛巫素沙漠的治理用了半个多世纪 库布齐沙漠用了三十多年 那么利用现在的技术 再加上积累下来的制杀经验 也不能对塔克拉马干沙漠进行改造 专家表示 虽然我国已经有过 狼起成功致杀的例子 但塔克拉马干沙漠十分特殊 想要把它改造成绿洲 任重道远 历史上 毛巫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 都是水草肥美 植被茂盛的地方 因为靠近黄河 居民们便在那里定居 随着居民越来越多 不合理的开垦和无节制的放牧行为 已越来越多 就这样 毛巫素和库布齐的生态环境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 渐渐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 那些沙漠只是在它们的表层覆盖着 如果合理治理 是有很大可能重新恢复成绿洲的 而塔克拉马干沙漠不同 它自古以来就是沙漠 完全是自然形成的 想要把它变成绿洲 是十分困难的 而且 塔克拉马干沙漠 与毛巫素和库布齐的 气候条件也不同 毛巫素和库布齐属于半干旱地区 降水虽然也不多 但是每年至少可以达到250毫米 降雨量也比较充沛 而且蒸发量也比较小 地面是可以存得住水的 也比较适合支配生长 但塔克拉马干沙漠就不一样了 它属于干旱地区 位于盆地中心 周边又有高大山脉阻拦 每年的降水量不到100毫米 蒸发量却能达到2500毫米 在这种极度缺水的情况下 植被根本无法存活 最要命的是 塔克拉马干沙漠沙层深厚 阳光照射到沙子上时 表面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 别说是植物了 铁板都能能烤化了 所以说 对于塔克拉马干沙漠 这种自然原因形成的沙漠 不能单纯地采用植树造林的方式进行治理 如果一旦使用错误的治理方式 反而会加剧当地的沙漠化程度 目前 人们对于塔克拉马干沙漠 没有很好的治理方式 只能尽可能减慢这种 移动沙丘的移动速度 减少沙丘对于土地的侵蚀 所以最好的治理方式 就是想尽办法阻挡沙丘的前进 守住原本的好土地 现在当地的政府 通过在塔克拉马干沙漠 周围修建防护林和防风林 减少沙丘的移动速度 尽可能降低沙漠化 对于人类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同时通过防风林的防护 降低风沙对于城市的影响 总之 塔克拉马干沙漠绿化 根本不在于这次有过洪水能趁机 而在于有水源能长期来水的问题 洪水是暂时性地让沙漠存水 植树是要成活 是要长期地保存土壤水分 即使有了少量的水源 让塔克拉马干沙漠保持 也有可能再现第二个 毛巫素沙漠变绿洲的奇迹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定义 我们下期再见